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是西方国家 那问题又来了 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也和这几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为什么俄罗斯不是西方国家 还有 位于俄国和英法德之间那些东欧南欧国家 他们是西方国家吗 那到底哪些是哪些不是 我再接着追问 这些国家是与不是西方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如果从历史上算 哪里是西方的源头 是古希腊吗 为什么是古希腊 西方到底凭什么是西方 你看很多问题都经不起深究 连着问三个问题 你可能就觉得自己也吃不准了 这门课就是要带你看看西方的门道 让你再说起西方的时候 不只是跟大家一起凑个热闹 增加个谈字而已 什么是西方 西方是一个文明 我们必须站在文明的高度来看西方 这个是我带你理解西方这套大逻辑的起点 用文明的高度来定位 那我首先就得带你去抓住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 著名学者亨廷顿总结前日的研究 列出了西方文明的八大特征 我念给你听听 第一古典遗产也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 第二天主教和新教 第三欧洲语言 第四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 第五法治 第六社会多元主义 第七代意志 第八个人主义 有了这八条特征 你大概就可以从文明的高度辨别出西方的面貌了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这八条里面只有第八条个人主义 应该来说是属于现代的 其他好几条 在西方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成熟了 也就是说西方在现代以前就已经是西方了 就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基因和成长逻辑 而且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西方从古代走向现代 也痛苦的很 在很多地方也不比中国轻松 比如在后面的课程里 我会专门花时间跟你讲宗教改革 它是现代化的关键步骤 宗教改革引起了残酷的宗教战争 打掉了西欧三分之一的人口 这么高昂的代价 用惨痛都不足以形容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记住了西方文明的八大核心特征 也不见得就能说清楚什么是西方 因为他们只是静态的标准 用他们来理解西方 当然比美剧英剧汉堡可乐的角度深入了不少 不过还远远不够 看西方必须动态的看 从动态中找到结构的深沉和演化 才算真正看出了文明的门道 这门课要带你去看看西方是到底怎么成长起来的 当然包括了八大特征的出现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 怎么出现的 出现了有什么后果 他们怎么样结合到了一起 一句话 这门课要用文明的高度带你去看西方独特的成长路径 里面会有成长的星系 也会有成长的烦恼 沿着这条独一无二的成长路径成长起来的 就是西方 偏离了这条成长路径的 就不是西方 按照这种文明的成长和演化的思路去理解 西方就不是自然地理概念 也不是任何你印象里的标签 而是从特定的基因中 沿着自己的成长逻辑成长出来的文明 只有理解了他的成长逻辑 才能抓住他的实质 在这门课里面 我就会按照这种思路 带你理解究竟什么是西方 刚才简单说了说什么是西方 你可能还会想问 我为什么要理解西方 有那么重要吗 我必须要说 理解西方对于现在的中国非常重要 但这绝不是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到西方的产品 而是因为你不了解西方 你就很难理解中国 很难理解自己 比起西方在哪里 我们更应该问的其实是 西方是谁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西方是中国理解自己最重要的他者 他者意思就是别人 你小时候你妈会对你说 别人家小强这次又拿了100分 你看人总是被拿来比较 比较就必须有一个他者 人最容易在比较当中知道自己的长短 文明也是一样 所以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西方 在当今世界上他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他者 和他的比较当中中国得到了最多的最重要的关于自己的判断 讲到这里还不够 因为他者并不是一个死人 并不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他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他不只是让你在比较中认识自己 他还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按他的样子塑造自己 你听到这可能又要问了 我们看西方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吗 我要说你说对了一部分 但不全对 听莫真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元 讲得很明白 诗仪长继仪制仪 仪这个字带有明显的贬义 却还要去学 学了不是更像仪了吗 所以后来张志棟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怕中国学着学着就学坏了 可是越往深处学 原来的是非对错 就越不那么理所当然了 什么是学坏就很难判断了 学久了就变得像他了 连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自己 为什么分不清楚生活当中 到底哪些东西是西方的了 中国已经向西方学习了至少170年 尤其是近40年来学得更快 西方已经从纯粹的外部外国外在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国的内部内心内在的组成部分 反过来说也成立经过40年的密切交往 中国也已经变成了西方的一部分 中国和西方已经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往前看 西方在塑造着未来的中国 中国同样也在塑造着未来的西方 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必须要看西方了 那就得接着问 我们应该怎么看 我这本课想跟你分享的是 站在中国重新理解西方 这意味着我要带你怀揣着中国理解西方 要带你思考中西两大文明的冲突和融合 但是必须先得说明 我说站在中国 并不是说物理意义上我这个人必须身处中国 照这个标准 一个美国人跑到中国来写一本关于西方的书 也可以叫做站在中国看西方 还有一种常见的看西方的视角是 看什么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看 比如有人说西方的分权制和没什么稀奇 我们的上书里边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比英国的大宪章早了两千年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分 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变是两回事情 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中并不一定就是古 西也并不一定就是今 我们今天很多的错误混乱纠结 都是因为把古今中西搅成了一锅粥 用中国古代的事情跟西方现代的事情比 就好比说人家有足球我们就有处居 这么比没有意义 这种视角的错误在于 他把文化看成静态的将死的纯粹的东西 如果你听过施展老师的中国史刚 相信你会对中国这种多元互构性有一定的理解 现在的中国比古时候的文化成分要复杂的多 复杂的中国和复杂的西方都必须以文明为单位 只有站在文明的高度才能看清楚 用文化看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古今之变 也在经历着深刻的中西融会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GDP世界第二的大国 已经是贸易量占全球比重超过八分之一的大国 已经是半年出入境超过三亿人次的大国 已经是开始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 已经是世界的中国 这样的中国应该怎么看西方呢 怎么看近两百年来中国最重要的这个他者呢 我的回答是向前看 什么是向前看 那就是顺着文明大势的发展方向去看 当然文明的大势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 看清楚大势必须依靠历史 施展老师讲的很对 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看历史上的大势的起落 会让你变得明智 拥有一种清明的理智 把握大势的变化 去面对中国 面对西方 面对未来 这种清明的理智来自哪里呢 答案是 来自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来自对人如何应对变化的深刻领悟 来自对各种应对方案 优劣利弊的深刻思索 抓住了人性 抓住了人想出来的办法 就抓住了一切变化的根本 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所谓站在中国重新理解西方 就是站在已经融合了西方的中国 承认文明的大势 是中西的交流与融合 面向未来去理解西方 不仅从里边理解西方 也从里边理解中国自己 在这门课里边 我会带你分四个阶段去看西方 古希腊 古罗马 中世纪和现代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逻辑 一路走来 真是跌宕起伏 波澜壮阔 我会用两纵三横的大框架 带你穿透西方三千年的历史 你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那些西方的故事 都被我编织到这个框架当中 加起来 你会得到一幅完整的画卷 真正理解西方成长的逻辑 在后面的课程里边 你会慢慢领悟到 我这个两纵三横的框架 我也会专门挑个周末的时间 跟你谈谈两纵三横这个框架 具体是什么 我是怎么设计的 下一讲 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内容了 我先带你去看看西方文明的源头 古希腊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欢迎来订阅 你要把这个 西方 海洋 感谢观看